台湾多数万分米勒 想我帮东西要做百年 随便英勇代代回出 可笑都烦恼来的谢 长天落落的红获 人都温望其立大心光 各位嘉宾各位先进 大家平安 大家共许 大家好 在这里 阿宾又要来 赞党向大家一求一求 感谢大家 长期以来对台湾 民主的关心付出加贡献 十六年前 同样在这个地方 阿宾大声说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这是一个台湾的总统 应该走的台湾国家路 不用人在后边来刷 不用人在头前来拖 我也非常感谢今天台湾的主题 要来促进国家政策化 没错 要来以致共产民国的现状 这是四路一条 我们只有完成台湾国家政策化 那就是台湾应该要走为人的外路 所以在这里 要来再度感谢大家 也要来跟各位共同来勉务 我们应该要坚持的就是台湾 中国 一边 一国 台湾 中国 一边 一国 就是 罗兰 谢谢 新勇歌物语245 2018年10月1日 阿扁一生最短才90秒的演说 勇帝 2018年9月30日 阿扁因第45届市台会东京年会邀请 用影音方式向大会致敬感谢 并且特别提到2点 16年前 同样的地方 阿扁大声说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这是作为台湾总统应走的台湾国家路 不用别人在后门推 也不用别人在前面拉 而 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是死路一条 只有完成台湾国家正常化 才是台湾唯一的活路 勇哥 2002年8月3日第29届市台会年会在东京举行 阿扁以台湾总统身份大声讲出 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其中提出几点呼吁 请大家共同认真思考 1.阿扁这几天有讲 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 要走自己的路 走我们台湾的路 走出我们台湾的前途 什么叫我们台湾自己的路 很简单 也很清楚 非常明白 我们自己台湾的路就是台湾的民主之路 台湾的自由之路 台湾的人权之路 台湾的和平之路 2.台湾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不能被欺负 被矮化 被边缘化及地方化 台湾不是别人的一部分 不是别人的地方政府 别人的一省 台湾也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 澳门 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简言之 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 要分清楚 3.中国一直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在国际上打压台湾 这对台湾人民的感情有很大伤害 中国说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或一国两制 就是对台湾现状的改变 我们不可能接受 因为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现状是否要改变 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 任何一个政党 任何个人可以替我们决定 只有2300万伟大的台湾人民 才有权利对台湾的前途 台湾的命运和现状来做决定 而有需要的时候要如何决定 就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也是大家共同的理念 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是基本人权 也是2300万人民的基本人权 不能被剥夺和限制的 个人要诚恳地呼吁和鼓舞大家 要认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对方强调所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